Zither Harp 我回来了 小陈回来了 怎么突然换沙发 之前椅子不是被咬坏了吗 正好趁这个机会 把旧家剧全换了 而且像这样换个气氛 看起来也会比较有精神 是没错了 一醒来就要吃 真像小孩子呢 之前的桌椅都放在仓库里 拿出喂给R1614吃吧 以后家里所有东西 都可以拿去吃没关系 再买新的就行了 我以为弄坏椅子的事情 妈好生气 说什么呢傻孩子 让R1614饿肚子是不行的吧 好不容易才让他回来的 小开心的医疗开发 已经步上轨道 我们将考虑扩大服务范围 想再见一次 已经无法相见的人吗 最近小开心的广告 好多啊 嗯 嗯 那个啊 那个人工智能生物 黑你太成人类的那个 你知道吧 嗯 偶尔也会在路上看到 如果没有遮住条码的话 就很好辨认了 是吗 那种东西随便了 我要去买红豆瓶 不是挺有趣的吗 看到的时候心想 啊 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呢 我就是个模仿人类的怪物 我不懂有去在哪里 这么说就一杆子打翻 所有辅助人类工作的机器咯 现在也有担任旅馆柜台 跟在监控环境中作业的机器人 只是长得不像真人而已 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人工智能生物 这个名称听起来比你聪明 所以嫉妒了吧 笨蛋 才不是 我说的是那种彻底模仿 人类言行拘止的不分恶心啊 尤其是小开心 那种东西我只感觉到恶意 恶意 不要只在这种地方露出有兴趣的表情 啊 真是 总之 那种东西根本没办法给谁安慰 到底谁设计的啊 真想扁那个家伙一顿 你倒是很清楚了 这跟你老师攻击阿诚 满嘴哥哥来哥哥去的行为 有关系吗 你也太好懂了 啰嗦 我只知道这样很蠢而已 人都过世了 再一直回顾的话根本就走不出来 尤其是像阿诚那样习惯其中火力 往一处攻击的家伙 一旦走进死巷就容易被堵住 真不愧是对手的分析 俗话说得好 最了解自己的不是朋友 而是敌人 我又没有把那家伙当成敌 你不想说自己的事情也没关系啦 那你对阿诚就不要那么严苛了 诶 那个不是阿诚吗 诶 真的 朋友在一起的样子 不对不对 那个是 千情哥 别开玩笑了 阿诚大哥不是已经 我应该不会认错才对 那个模样的确就是 阿 阿直 你做什么 快放开 果然 这家伙是人工智能生物 喂 阿直 你放手 阿诚你果然去申请了吗 之前查到的实验家庭计划 嗯 我说你啊 还要被亡魂抓住多久 为了这种东西左右自己的未来 你要开玩笑啊 烦死了 不要这样说阿姨都一岁 干嘛老针对我 有时就好好说清楚啊 现在还牵涂到别人身上 任意退职的事情 的确是我不好的 但要申请什么 不是要经过你的同意吧 而且 阿直 你到底是在对谁生气 真正知道 就告诉你的关系 但我不想让这个机器听到 抱歉 阿姨留意识 你可以先自己回家吗 好的 任意识 才是 internacional型和A技 你还得用 嫌疏 它事情来 大家很努力 还要管我 没明白 因为它很难 所以我就我也 Te� incrr 你 Actually 要是这样 不得了 我家也申请过那种东西 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一年前吧 一年前 那个时候新闻的确有报过小开心的发表会 在他们发表产品间 就已经开始在私下征求实验家庭了 当时我家是第一批申请的 私下征求 但就算到处去问谁家有人去世了 需不需要这种机器之类的 感觉没什么效率啊 是透过藏仪社吗 而且城中财团是医疗法人 旗下有医院 医院跟藏仪社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密 原本透过医院的资料去联络也可以 但毕竟在正式许可下来前 都不算是医疗用品 所以要转一圈透过藏仪社中介 我说的对吗 嗯 你还真厉害啊 的确是藏仪社推荐的 的确是藏仪社推荐的 既然是一年前 那小开心已经退回去了吗 现在的确已经不在了 但不是因为时间到了的关系 是死掉了 我家原本是很普通的家庭 爷爷奶奶爸妈跟我三代同堂 然而有一天很突然的那个人 我爸失业了 像是失去了生活目标那样 整天在家喝酒 我妈受不了 就离家出走了 之后 我爸整个人都崩溃了 变得易怒暴躁 然后揍我 从那课开始 那个人就不再是我爸了 我曾经在被打时还手过 结果反而 被做到那个礼拜不能去学校 那个人开始很少回家 出现也都只是吵着要钱 一年多前 他死了 紧前来通知的时候 我并没有任何感觉 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 好像是惹到哪个黑道什么的 但后续到底警方查得怎么样 我不是很关心 不过爷爷奶奶 就像心死去般的悲伤 后来他们听了葬仪社的推荐 加入了小开心实验计划 我们家成了第一波的实验家庭 这个实验从最初开始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很奇怪吧 我们的感情资讯 会变成成沉中财团的私有物 而且 就算那个人是多么过分的家伙 就算被他伤得那么深 爷爷奶奶依旧爱着他 希望他能够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 需要为是回忆物品的小开心 开始能够正确地区分周遭的人 同时也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绘画 但是 我开始害怕起来 只要看到那个东西 我就会一直想起那个人过去是怎么对我的 若是之后小开心的你一胎越来越像 那会不会又开始揍我呢 我讨厌他 我很确定这一点 就这样 家里的物品逐渐变少 实际上真正有用的记忆物品不多 因为那个人几乎不回家 而且戴在身上的遗物 还扣在警方手里 很快的 小开心的食物就不够了 没过多久 就变得无法动弹 仿佛死去一般 直到最后 恢复成最初的白色方块 看到那景象 我 却哭了 明明只会带来痛苦跟屈辱的那个人 却也让我想起来 他曾经也有温暖的地方 但为此感到痛苦的自己 是软弱的象征 所以更加的愤怒 与不甘心 而那些曾经美好的东西 也都被吃掉了 消失了 完全不存在了 可以问个问题吗 嗯 阿侄家的小开心 实际上到底运作了多久 总申请到家 到停止运作 大概一个多月 才一个月 我家的状况可能比较特殊 毕竟遗物的量真的很少 维持的时间短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有一点很奇怪的是 关于一年齐的限制 虽然规定的时间是一年 一年内可以自由退回 但超过一年怎么办 会强制把拟胎的人带走吗 你们当初契约书怎么写 没有特别的惩罚条款案 所以我就在想 万一有人不退回呢 绝对会有人这样的吧 但实验机构显然不担心申请者这样做 因为早就知道一般的遗物量 撑不过一年吧 大概就是那样 而在小开心死亡的那一刻 家属真的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方块吗 我 虽然很丢脸 但连我都没办法办到 即便我到现在都还恨着那个人 阿诚 你跟我不同 是很喜欢哥哥的吧 在你把那个当成替身的时间点 就已经 我没 他 他很重要 但韩哥哥 还是不一样 不管如何 迟早你需要自己面对到最后的 是 是 是 饿了吗 还好 只是最近常做梦 做梦 你的睡眠只是你太吧 真的有睡着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要去问研究员吗 我不想去医院 这个月的检查时间也快到了吧 是没错 你都做什么梦 有梦到什么很在意的事吗 我想治病 买冰淇淋吃吧 话题转得太硬了 而且今天很冷 用跑的就不会冷了 这是重点吗 我为什么吃个病 又这么累啊 你还真开心 是不是想吃冰吗 因为很久没这样尽全力跑步了 很久 气球石不就需要全力奔跑吗 不算是难得的事吧 怎么 怎么 我先还是不该吃冰的 没关系了 要是感冰的话 妈又会思思念了吧 嗯 绝对会生气 哎 哎 六一四 你之前 应该是叫妈 魁小姐吧 那是因为 妈 要我这样叫她的 你们回来啦 你们回来啦 妈 妈 你在整理东西啊 嗯 这边的东西 都拿来让阿姨六一四吃吧 反正这些没有了 也不是这么重要 就算不是小青以前常用的东西 鸡少成多 应该还是能吃饱的 嗯 吃一点是什么 妈 妈 为什么要让阿姨六一四 就你 妈呢 嗯 这有什么问题吗 虽然没有强制规定 小开心要怎么称呼其他人 但这样的话 界限太模糊了 小成在说什么啊 那孩子本来就应该这样叫我啊 虽然现在形势不同 不能用以前的名字叫他 但他 但他回来了 不对 不是这样的 当你不对了 他就是小青 你也看到了吧 动作 动作 习惯啊 讲出来的话 全部 不会做的 他就是我的儿子啊 不对 他只是模仿的歌 他只是模仿的歌 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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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很爱你 很爱你啊 如果连你都消失了 妈就不想活了 我也很爱小青 这么优秀的孩子 怎么就这样死了呢 有时候我会想 为什么死的是小青呢 你说要深情小开心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 怎么样都好 我失去太多东西了 但在那孩子出现的那刻 我才真实地感受到 我的儿子回来了 小青 真的回来了 小泽 能再见到哥哥 也是你的愿望不是吗 就算要用所有的一切去换取 也是值得的 妈 可以再问一件事吗 你觉得为什么哥要放弃足球吗 他的膝盖受伤了 但他似乎打算瞒着 我也就没说 之前就觉得有些奇怪 怎么小程都没来问 还是说你已经发现了呢 似乎是太勉强自己练习造成的 给膝盖过多负担 并不是完全好不了的伤 虽然可能要休养一段时间 但小晴却说要放弃了 对我来说 小晴踢不踢球不是那么重要 我只希望他玩得开心 而且他这么聪明 一起踢球 念个好大学未来的出路 可能更广 小晴说他对足球 并没有这么深的执着 对我来说 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